半君如半虎 康庸前三朝元老张庭玉是怎么倒台的 张庭玉是清朝康庸干三朝元老 在雍正元年加官为太子太保 命为朱皇子师傅 所以他也就是干农地的老师 作为典型的中国士大夫 做官做到如此也算是实现奸绩天下的梦想 最可贵的一点是 张庭玉为人谨小慎微 谨守皇行间的名言 万言万当 不如一末 这也是他为官五十年 立三朝而不倒 最后成为清朝唯一配享太庙的汉族大臣的原因 然而 古人云 半君如半虎 做到如此的张庭玉 最后竟然也难逃被皇帝治罪超家的命运 而治罪的原因不仅仅是对皇帝不敬 更重要的是犯了中国古代庙堂之大忌 彭党 张庭玉可谓是名副七十的官宦世家 张家在明朝时就世代为官 从张庭玉父亲张英开始 家族更是人才辈出 家族六代共出近世十三人 其中入汉林者十二人 张英本身是康熙朝的大学士 张庭玉本人也在康熙三十九年 一七零零年中进世 受汉林远述及时 作为汉人的张庭玉奉旨习满文 玉慎满文义等第一 自称德卿书奥妙 同习之人 实无处于佑者 到了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 张庭玉终于成为了清朝的省部级官员 礼部尚书 更重要的是他家官太子太保 命为诸皇子师父 中国自古崇尚尊师众道 成为帝王师更是中国知识分子 大儒和士大夫无上的荣耀 可见雍正对张庭玉的看重 到后来雍正甚至离不开张庭玉 成为皇帝的左右手 例如 每当雍正身体不舒服时 凡有秘址 全都交给张庭玉处理 事后雍正说 彼时在朝臣中持此一人 张庭玉自己也说 雍正经常召见他 一天召见二 三次 习以为成 雍正五年 张庭玉生病在家 雍正对晋士说 朕连日来必痛 你们知道吗 晋士们吃惊 雍正则说 大学使张庭玉患病 非朕毕病而合 如此看来对其的戏重 把他当作自己的左膀右臂 张庭玉深知当官不义 因此一生谨小甚微 恪守黄行间的名言 万言万当 不如一末 在雍正十一年 他的长子张若爱 曾高中 一甲三名叹花 张庭玉京剧失措 怕被政敌以此为借口诬告自己 便请求皇帝降低其子的名次 遂改为二甲一名 张庭玉年过花甲时 还要主持党时最浩大的文化工程 修明史 等到第三任老板干蒙上台的那一年 张老干部已经六十四岁 明史也修完了 他认为自己辛苦一辈子 也该歇歇了 于是 在干龙十三年 1748年 已经是七十六岁高龄的老张 终于给皇上递交了离退休申请 依照情理来看 一个七十六岁的德高望重 任劳任怨的老干部申请离退休 实在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儒家经典礼记区礼上早有明文规定 大夫妻神而治世 所谓治世 就是退休 即从法定年龄来看 古代高级干部的离退休年龄是七十岁 他已经超过了六岁 但令张廷玉吃惊的是 干龙拒绝了 干龙说 清授三朝厚恩 且奉皇朝一命 将来佩相太妙 岂有从司元臣归田忠老之礼 一心想要告老还乡的张廷玉失了方寸 回答说 佩相的大臣不见得都得干到死 比如明太祖就允许刘基回了老家 张廷玉没想到 他的这句触动了干龙的逆林 原来刘基是明初开国功臣 但后来朱元璋过和拆桥 让他退休 后来又偷偷派人下赌 把他堵死了 干龙认为 张廷玉分明使心怀不满 用这个典故讽刺自己对功臣不够一丝 然而这仅仅是张廷玉错误的开始 随着张廷玉年龄增长 说话经常颠三倒四 干龙也终于答应让他退休 然而当时的朝中形成了 义兹尔泰和张廷玉 两位顾命大臣为首的两派 扼党了一位重要人物 大学士是遗职 在干龙面前敬传言 说张廷玉这个人不够忠诚 又没有什么丰功伟绩 没有资格配想太妙 配想太妙是雍正帝 给予张廷玉的赏赐 张廷玉极为看重这个名誉 担心在他退休之后 干龙亲信诸如时宜的谗言 撤销这个赏赐 便做出了第二个昏庸的决定 让干龙写保证书 保证不更改用证的遗嘱 干龙帝对此十分不悦 认为这分明是在质疑自己的人品 然而干龙看在是自己的老师的份上 打算送佛送上席 便答应了下来 这一下让张廷玉大写过望 也冲昏了他的头脑 干龙原意为如此失语特恩 第二天一大早 张廷玉肯定早早前来谢恩 便早早地等在那里 然而张廷玉因为年老体弱 不便奔走便让儿子第二天替他去谢恩 这一下干龙的怒火彻底被点燃了 这是张廷玉犯下的第三个错误 干龙被放割刺后 马上命军机大臣写了一道圣旨 令张廷玉明白回走 藏天写旨的军机大臣 恰好是张廷玉的门生 叫汪游敦 汪游敦知道张廷玉可能咬到大霉了 因此联盟派人跑到张府告密 让张廷玉好友所准备 不料这事弄巧成拙 张廷玉看来是被吓糊涂了 犯了第四个也是更大的错误 第二天一大早 天还没亮 他就勉强支撑着 跑到了宫中 跑到干龙面前 去叩头请罪 这真是一个再愚蠢不过的举动啊 暗场里 干龙皇帝的御旨 第二天上午才能发到张家 张廷玉的这一举动 分明是告诉了皇帝 你身边有我的人 干龙对彭党极为敏感 心想 军机大臣当中 居然有人敢于泄露朝廷机密给你 我就不了老是你的 杀意已起只差由头 恰在此时 张廷玉举荐的官员朱全 犯了贪污罪 正好给干龙以把柄 便下旨收回了三代皇帝 对张廷玉的一切赏赐物品 已是对张廷玉的惩罚 干龙深知自己老师的清廉 便特别吩咐抄家的官员 借这次没收行动 查张廷玉 有没有对本朝不利的言语和文字 好迟以把批判张廷玉重罪 但结果让干龙失望了 虽然这次没有达成干龙的心愿 但这次浩劫 相当于对张廷玉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所谓张党也树倒狐尊散 然而历史上却有张党和恶党 还是帝王意想出来的幻觉 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犯了龙汗 这忠贞的三朝元老 哪怕一生谨小慎微 也难逃中国古代蓬党禁忌的牵连